大家好,我是善逸,欢迎来到善逸讲装修 今天我们又在工地现场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工地现场已经进行到中期 到底有什么问题 这个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做仰角条 大家都知道瓷砖本身是有厚度的 在这个仰角条这个位置 两块瓷砖如果没有仰角条的话 它们的交接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这样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 会形成一个特别丑的一个外边 那有了仰角条之后呢 就把它们都挡在这个仰角条里 就是下面我们看到这个样子 就不会露出来这个边了 那除了做仰角条这种做法之外呢 还有一种做法 就是把这两块瓷砖,每块瓷砖的边缘都做一个倒角 让它们在这个位置可以打一个45度 两个45度拼到一起 最后能够让它们还是能够拼出一个完美的角 这种呢叫做倒角 倒角一般是要单独在额外加钱的 所以如果要省钱的话呢 一般就会选择在里面贴仰角线 仰角线呢也要单独卖 肯定也是要花钱的 这个一根仰角条呢也不会很贵 相比每块砖如果都是要几块钱的倒角费的话 要便宜很多 但是到底倒角好看还是做仰角条好看呢 这个就看您自己了 各有各的好 现在人工比较贵 做瓷砖倒角啊也不便宜 这是一个很大的劣势 但除此之外 做这种倒角之后 瓷砖要碰角铺贴 脚啊如果堆得太松呢 留出来的砖缝就不好看 如果堆得太紧呢 一膨胀就容易挤碎 而且啊 不管膨胀不膨胀 脚的位置不但空 而且薄 外力稍微一碰就会碎掉 这些啊都是做倒角碰角铺贴的一个劣势 所以如果不是特别钟爱这种倒角碰角的铺法 也碰不到特别合适的工人 那还是羊脚线更合适一些 工地现场这个羊脚线啊是属于胶粘式的 看图啊应该比较好理解 先贴好其中的一面砖 然后呢贴羊脚条 再贴另外一边的砖 羊脚线是用玻璃胶粘上去的 好处是施工比较简单 后期更换呢也容易 坏处就是不够结实 容易脱落 下面这两张图呢都是这类的贴法 区别就是外观造型和适合的瓷砖的厚度不同 目前比较流行的其实还是单边嵌入式的羊脚条 这种单边嵌入式啊应该是因为生产加工比较简单啊 所以呢会略便宜点 贴的时候啊有一面是被压到水泥沙浆下面了 这个好处呢就是贴好的比较结实 除非是瓷砖掉了 否则啊它不会掉 坏处就是想要更换呢就有点麻烦了 厨房和卫生间一般啊 墙面和地面全都是铺瓷砖 那么到底是先铺地砖还是先铺墙砖呢 很多小白啊 也就是装修没有经历过的人 或者说经历过几次装修 但是没有研究过的人 可能觉得今天哪都一样啊 无所谓啊 但是事实上不是 一般啊 现在有两种啊 比较流行的 一种呢叫做墙压地 一种呢叫做地压墙 两种铺法 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现场呢 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叫地压墙 为什么地压墙呢 现在这个墙面的瓷砖啊 已经铺完了啊 整个这个墙面已经铺了 整个的 哎 这最底下的这一层 下面马上马上再要铺 就铺上面的小墙砖了 那现在铺好了这个位置 如果我们再铺地砖的话 地砖会怎么铺呢 我手里面正好有块地砖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地砖塞进去呢 已经塞不进去了 所以 所以再铺地砖的话 这个地砖会怎么铺呢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铺到这 那这种铺法呢 整个的地砖露出来的是一个整块的地砖 但是 问题来了 像瓷砖 假如这个位置是淋浴区 淋浴区十一的在后边啊 假如这个淋浴区 那么水在墙上 它会往下流 流在哪呢 就会流在下面这块地砖 和这块瓷砖中间的缝隙着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还会问 咱们能不能不流缝隙啊 这个瓷砖为什么一定要留这么多缝呢 是不是因为工程水平不行 所以要留这么多缝呢 不是 瓷砖之所以要留这么多缝啊 是因为瓷砖是一种热胀冷缩性比较强的东西 你如果是不给它留缝的话呢 当冷的时候它会缩 没问题 但是一旦热的时候 它会胀就有问题了 两块瓷砖夹得特别紧 突然间一胀 最后的结果就是 砖这个脚的位置一定会全都崩裂 所以砖缝是一定要留的 这条缝啊 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什么 留了一个瓷砖的这个间距缝 留的是什么 伸缩缝 就是目的 就是为了让两块瓷砖 出现热胀冷缩 互相挤压的时候 不至于直接就把对方挤碎 OK 那底下这块我们砖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能不能把它贴得紧紧的贴在这块砖上呢 当然不能了 你贴那么紧 两边这边堵着 那边也堵着 两块砖都这么紧紧的压着的话 一旦有热胀的时候 就很容易把底下这块砖直接 顶碎 那一定还要留一个缝 就大概会铺成 有一个缝 有一个缝 水从上面下来之后 直接就会去顺着这个缝 流到这块地砖的底下 流到这块地砖的底下 然后就会导致底下这层防水层 如果稍微有点问题的话 就会漏水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也会让很多的水在底下存留 然后导致涨霉 然后生细菌 这样都是一个不好的现象 而且由于很多工人 他在铺这个砖的时候 遇留这个边缝会流的不整齐 那有的地方可能就会流成这种斜的状态 因为这个位置没有办法在C那种的卡 就会流成这种斜的状态 所以导致有的地方 可能也会出现这种挤压 特别严重的状态 就会容易把底下这块砖击碎 所以这种的叫做地压墙的铺法 地压墙的铺法 省事 因为工人只要把底下这块砖 全都把它们从下往上正常铺就OK了 而且呢 现在地面因为没有铺瓷砖 所以工人也不用很小心 怎么踩都行 所以他就很容易就能把这个砖 先铺完再铺地砖 最后他受工 但是要更好的铺法是怎么来铺呢 那就是要把底下这块砖预留出来 地砖的一个厚度 一般为了能够预留的更准确 所以通常是最底下这一块砖不铺 先铺这第二层的砖 然后从第二层一直往上铺 然后再铺地砖 最后再铺这一层的砖 可以让地砖是被压在这个墙砖下面 压上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这样 我们现在铺的这种铺法呢 就是这样 但是压上的状态呢 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呢 水就不会再流到缝隙里了 就会直接被 就会直接沿着地面的砖就被倒走 这种铺法 就刚才演示这种墙 墙砖会压住地砖的 就叫做墙压地 墙压地的工艺会比较复杂一点 对工人的水平要求也会比较高 但是做好了之后的效果会更好 对业主来讲更有利 就会容易把底下这块砖击碎 业主同学听完之后就缝掉了 它底下预留的空间 看这里面都是空的 这个位置是什么都没有的 拿过来之后 用手一撕就能撕断了 就会把底豆在这里面也装好 杂盘断一模一样 那你干嘛要买大品牌呢 做了这种饼基酸的防水球条之后 这个表面上其实变得已经有点滑了 米子形的交叉 横竖斜 当然呢 有事儿 然后它就跑了 做完了这种饼基酸的防水球条之后 下一步还要做什么 如果没有仰角条的话 它们的交接状态是什么样的呢